輝瑞Beyond Tech的新型肺炎疫苗 取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全面批准使用之後 他們星期三透露已經開始向當局申請 批准為16歲或以上打了兩劑疫苗的人補多一針 預計今個星期完成遞交申請程序 未來幾個星期會向歐洲等地監管機構遞交相關申請 數據顯示306個18至55歲人士 在打完第二針之後大約5至8個月打第三針 一個月之後體內的中和抗體 是打第二針之後一個月的三倍多 第二和第三針的副作用就相約 包括輕明至中度的針口痛、頭痛和疲倦等 美國9月下傳起會為已經打了第二劑輝瑞或莫德納疫苗 至少8個月的民眾免費補多一針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 當局正檢視數據 可望批准將第二和第三針相隔的期限縮短到6個月 強盛亦計劃尋求美國當局批准 為打了單劑疫苗的民眾多打一針加強劑 期望趕及下個月的補針安排 最新數據說 14個人在打完強生疫苗6個月之後補多一針 抗體數量升9倍和打第一針之後相約 英國的研究就指出 接種兩劑輝瑞疫苗之後 保護力隨時下降 針口一個月的保護力由近9成 降至大約半年之後的7成多 阿斯利康疫苗的保護力就約7成多 在4至5個月後跌破7成 但研究人員強調 民眾打完針之後即使中招 疫苗仍然有效避免嚴重病情和死亡 另外輝瑞和莫德納正為12歲以下兒童 進行疫苗臨床測試 結果會在9月和10月分量階段公佈 如果結果正面 加上等待歐洲當局審批 預計11月可以獲准推出 有線電視機就是隨機輝不斷